香香不要离开我呀 香香 没有你们该怎么活呀 别哭了 我还没死啊 这个中国顶级偶像一离开日本 就让无数日本人撕心裂肺 高喊太痛了 她就是大熊猫 香香 她一出生就是日本人民心中的大地震 就连取个名字倒是32万人投稿 提起日本新任天皇登基 日本人民更关心香香的成长 香香长黑毛了 香香长牙了 香香体重38公斤了 我看看 香香第一次展出 动物园就起到爆满 150个人里 只有一个人有朝圣机会 各有成千上万的人 排队花钱 闻香香的便捷 香香前辈 请让我闻一下吧 但日本热爱大熊猫的行为 还不止这些 1972年 第一批旅日大熊猫 康康和兰兰到达日本 为了迎接它们 日本民众将白熊染成黑白 满大街更是想着蹩脚的 动物园更是精心为熊猫准备了玉米牛奶 全国动物园找最新鲜的竹子 最好的富士苹果 还有一次康康有些流鼻涕 但又联系不上北京动物园 日本饲养员甚至连夜跑到中药铺 医生医生 还是感冒了 开点中药 多大了 两岁 何多重 一百斤 这头两岁 嗯嗯 其实按照契约 大熊猫香香2017年就该回国了 但日本人实在舍不得连续五次约 这一续就是五年 2023年2月 香香归期将至 他们在日本最大的广场上 挂上了香香的告别牌 当天 圣野动物园外围 更是挤满了钱来告别的人 最后 希望每个在外的大熊猫 都过得幸福 快乐 健康